人生的过程,却确实实是非常的不容易,转眼间,我们也都不再年轻了,收起了任性,扔掉了脾气,不再轻易的伤害或忽略身边的人。 因为我们知道,人生已过罢,该珍惜的要珍惜,该远离要远离。 辛亥年1971年,升低数猪人为金猪,数猪人生于此年,没人温和后道。 开场大访,待人诚实和气,胸怀旷达,忠义侥幸,助人吉利,优求必应,而且知恩图报,百事好尽图安,不喜爱无事生非,思维整理,由领导别人之才能,抑制得上司的关照,有生于之机会,为处事情是有欠积极,应力求改正,建立恒心与意志,方能成功形望。 1971年,新亥诸年生,人类知诸,为人不管是非,出生中等门户,性质心轻,应好应有志,谋逝在人心。 初年才博不惧,晚景荣华,女蜜丰厚立佳,夫妻职配方美,早则半热半凉,儿女成行,一生好靠,春,夏生人前证事业,大可作为,秋,东出世兄也红月,日生单独谋生。 夜生白首成佳,三月生人为八百,属性诸进入了2018年务虚年,未观新流年,以得贵人欣赏,同时也可借助贵人运来扩展自己的社交圈。 会对事业发展,有很大的帮助,比人半年只需好好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潜能,积极建立,锐意进取,则事业上会取得不俗的成果。 同时,一白星入了宫,一白瘫狼星当运十位官才兴。 主的名气和官位,有一白星的相助,属相诸下半年求才顺畅,财气亨通。 属相诸在11月25号开又吉星临门,工作事业取得和喜收成。 他们财气大好,就算有困难也会得到贵人照顾。 属相诸行上官生财,不知好运连连,工作生意兴隆。 假如属相诸可以掌握好机会,就会赚许多的钱。 别的他们的财博工有两颗基星入住,横财最多,口袋满满都是大钞票。 属相诸11月25号开端财气上涨,横财熟全有,够年要新帮。 新11年属相诸作为12属相中最有福气的一个,他们的财气一直都不错,可是没有很大的提升。 可是到了儿力之年之后,他们的财气会变得越来越好。 年轻十分的懒散在有了家庭之后,就开端逐渐知道承担责任,为家庭奋斗,尽力赚钱,为人也特别乐观。 周围会有许多贵人情愿帮助属相诸,一生好运连连。 最终完成财富积累,到了晚年之后,有了金钱报身,自然日子富足,可以安享晚年。 别的,这个年份出去的属猪人特别仁慈,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很扎实的。 他们为人非常仁慈,在婚后他们很注重家庭的教育,尤其是他们的孩子,孩子在他们的教训下,可以取得良好的品德。 日子跳过越调和,跳过越温馨,到晚年更是富有又多金。 子孙满堂,儿女孝顺,能富四代。 大师在这提醒属猪人看运技能,虽然在近期属猪人会有贵人助运,好事来临。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,要留心,运气这东西真是说不准,一时这样,一时那样,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。 要想做事越来越顺心,运气越好钱越多,就建议属猪人,奉请自己生效本命佛和弥陀佛心经手串。 手串采用天然黑钥匙金时摆磨而成,长期贴身陪戴,能够增长智慧和福气。 让陪戴着身体,事业,财运都顺顺利利,或普法的加持,驱除身边的妖怪苦恶,避免受无望之灾,保佑心想事成,可谓是菩萨赐予人的珍贵礼物。 增福增首,功德殊胜,功德无量。 建议属猪人可以胜转越时尝试,佩戴自己生效的配饰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。 祝你在多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。 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直到奉清自己属相配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